Hello大家好,我是凌薇 把整只鸡放到微波炉转一转 出锅皮脆露鱼又多汁太香太好吃了 一出锅就被抢光了 我们先准备一只刚刚失恋的小公鸡 因为这里我们不焯水 所以把它放到水里净化一下 把净化好的鸡重新用水反复的清洗干净 并检查一下内脏有没有去除干净 再去掉鸡头和爪子比较容易烤焦 整只鸡可以对半分开 也可以这样压一压按扁 这只鸡尾两斤半放入70克的清水 85克奥尔娘腌料 搅拌均匀后放入一整只鸡 反复不停的按摩揉搓 里里外外一定要涂抹到鸡的每一个地方 涂抹均匀用牙签扎扎扎 扎透一下比较好入味 按过来背上也给它扎一扎 然后放一旁腌制 两个小时以上最好是可以隔夜腌制 这样会更加入味 时间到后盘子的底部可以放入洋葱或者土豆 放入微波炉 我这个清水盘子是微波炉空气杂配套的 别的金属不可以进微波炉 这个机器既是微波炉 也是空气杂锅和烤箱功能非常的强大 还可以选择双功能碰嫩 30%的微波加70%的空气杂锅 这样我们一边微波一边空气 炸180度40分钟 双效合一做出的食物不干更加鲜嫩 一边旋转一边给食物加热受热更加均匀 时间到后烤得满无飘香 我们把它取出 我们先在表面给它刷上1比1的蜂蜜水 或出来的皮会是脆脆的 就会和外面卖的烤鸡是一个效果 刷好后放回微波炉空气杂锅 一样是用微波炉和空气杂双向烹嫩 这一次选择150度再烤5到10分钟 出锅了出锅了 我们香喷喷的烤鸡就可以出炉了 一打开微波炉 在里面房间的人都已经被香味馋出来了 看看这颜色 这色泽 这香味怎么能让人不流口水呢 这烤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比外面卖的还要更胜一筹 为这个做法再也不用出去外面买烤鸡了 自己在家也能做 颜色的上色非常的均匀 看看是不是一点不比外面买得差 撕开之后里面更是汁水汁流 不干不柴鲜嫩多汁 如果你也喜欢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 喜欢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 有更多美食给你来发现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